结合众多遗迹现象 勘探队最终拿出这样一个结论 上报给了国家文物局 我们就基本上排除了 它是一座汉代墓葬的可能 而且从它的埋葬的区域位置来看 它应该是一座未尽实际的一座墓葬 由于墓葬正好处在道路中央 国家文物局很快做出了 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批示 刘斌由勘探队长转职成考古队领队 2012年8月中旬 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详实的勘探数据 为随后的发掘提供了便利 我们把这个墓葬的外轮廓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外轮廓去进行套方 什么叫套方呢 就是按照它的外轮廓去布置我们的探方 然后按照探方的封部逐层下挖去对这个墓葬进行发掘 在布设完的探方里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地标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又发现了这座大墓的一个诡异之处 坎坎阶段 队员们就已经注意到墓葬上方比较平坦 毕竟一千多年过去 墓葬风陀被后人移平的可能性非常大 可是 等到真正动手发掘 却发现在探方范围内 压根就没有封土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我们起码是能够证明 这是一个魏晋时期规模比较大的墓葬 但是一般来讲 魏晋时期这么大规模的墓葬 是有封土的 自旱代开始 高等级墓葬不但应该有封土 还应该有响殿 陵园等墓前建筑 由于受公路带状地形的限制 此前的勘探没有向四周扩展 刘斌不得不在清理填土的同时 又组织人手进行了第二次勘探 我们在发掘过程中 同时又安排了勘探队伍 重新进行墓葬周边的勘探 重新进行勘探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看一看 它是不是原来有封土 但是又被后期移平的一个情况 找一找它原来封土的一些遗迹 是不是还存在 另外一个就是想看一看 如果它是一座规模比较大的 帝王级别的陵墓的话 看它的墓园是不是存在 是不是有跟墓葬本体相关的一些 临景的建筑 比如说建筑呀围墙呀 或者是壕沟之类的东西 考古队员以墓葬为中心 花了半个多月时间 用碳产呈放射状向四周密集钻碳 但一直走出好几百米的范围 可是不仅依然没有发现封土 也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 壁面建筑的遗存 这就说明这个墓葬在当时不仅没有封土 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林园的建筑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 其实在报告里 刘斌虽然清楚地写着 大墓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早已认定墓主人就是一位北魏贵族 可是没有封土和陵园的大墓 会是北魏墓葬吗 由于北魏政权在洛阳延续了41年 包括刘斌在内 洛阳考古工作者 曾经多次发掘过北魏贵族 甚至皇室成员的墓葬 当初之所以没有敢在报告里 直接写上北魏 有一个原因就是 这座神秘的大墓 竟然与其他北魏墓葬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 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墓葬的规模 要远离现在这个墓葬规模要小 以前发现的墓葬 它的规模最大的 它的墓葬的边长 也仅仅在七米左右 远远小于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墓葬的一个规模 难道说是一位地位很高 身份却又十分特殊的北魏大贵族 被秘密掩埋在了这里 还是说 某位东汉诸侯王跨越时空 提前修建了北魏风格的墓葬 由于面积巨大 恒山路大墓填土的发掘 持续了近三个月时间 占用了考古队大量的人力物力 全部都是使用人工发掘的 为什么使用人工去发掘呢 因为墓葬本身的填土 是墓葬本体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包含有比较重要的信息 首先呢 它的墓葬里面的填土 可能是经过人为友谊去逐层夯打形成的 另外一种情况呢 有可能在墓葬的填土里面 包含了有其他的随葬品 或者是一些 比如盗墓呀 或者其他情况 产生的一些墓葬本身的遗物 所以呢 墓葬填土里面所包含的信息 墓葬本身的遗物